來,炸隧道囉! 嗚呼! 人家一定瘋狂耶! 太猛了啦! 第九個親戚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綜藝! 在我們邀請Jason哥! 嗨! 就是很開心! 有機會來到義大利薩丁尼亞島 這麼一個漂亮的海島 然後你看,沿著海岸線 我們現在往山裡頭走 試駕Roma Spider 哇!這麼一台漂亮的炒篷車 在這裡我覺得是再適當不破了 擁有炒篷車能夠最大的享受就是 我想開篷就開篷 我想關篷就關篷 在時速60公里以下的坐洞 來! 剛好現在是進入一個住宅區 因為我們現在進到住宅區 速度慢一點的時候 剛剛好 剛剛這樣移動過來 都一直開篷 然後是在開篷 對! 然後13.5秒 它其實就已經開合完畢 是不是非常的輕鬆 那它這次用五層的織布 小葉哥 中間又加了隔音的材質 是! 然後你不覺得現在就是 整個外面的聲音都沒有了嗎? 我們接下來呢也要再 把棚給大家看 是的! 我來到義大利 是Roma Spider 我防曬都不管了 哈哈! 因為顧著防曬不想曬太陽 太可惜了 Roma Spider 其實在這種低速的情況 它表現出來的那個個性是很舒服的 有些跑車在低速的時候 它有一種悶住的感覺 對! 但畢竟它是一台GT 對! 所以我覺得它確實 一開始想要呈現出來的個性就是 優雅 好! 親近! 對啊! 像剛剛那樣的環境 就好像你平常 日常通行的時候 氛圍是這樣 你可以用比較輕鬆的 比較安靜的方式 去移動 但是 你真的想要速度的時候 又可以去用比較奔放的態度 去駕馭它 這個就是Roma Spider 跟雙門的Roma 也有一點 那個角色的定位 是很鮮明 是不同的 看到這一片嗎? 對! 這是一個專利機構 是 小燕哥 這一片有跟沒有 差別在哪裡? 它就是打開的時候 它經過風洞的設計 然後它氣流部分 不會捲到車子裡面來 然後比如說像我現在 我現在的頭髮應該還好啦 還是很帥 跟你出門的時候也要帥 對! 只是剛剛在試駕的時候 我相信各位看到那個畫面 我頭髮飛揚的感覺 那現在當然就是 有開了這個的部分 就效果會比較好 讓可以抑制這些亂流 很舒服的開也來自於它底盤的喔 對!它主動的對這個磁流避震器 這個技術是把它利用了蠻多年的 經過一直不斷的革新 它的軟硬調的反應更快 所以它可以兼顧到 瞬間加快的時候的那個操控的穩定性 然後速度放慢下來 又可以充分去吸收那個震動 我們騎時候很神奇的是 不管在什麼速度 我們都一直給它設定在Race模式 因為這是第一次 在這樣的車上 你可以想有Race模式對不對 是是是 之前的都沒有 對! 之前的California Portofino上面是沒有Race模式的 那現在呢 有了這個Race模式的話 就是讓你在家驅餘的時候 可以體會到更強的動力跟爆發力 這就是當然是法拉利最原始的本性 你要相信我的軟硬調教 你相信我用了很久的這一套系統 SCC6.0 對! 6.0 隨微角度控制模式 所以剛剛終於 可能是因為我剛剛啟發了它的速度的熱情 所以過彎的時候也開始乖乖降了 因為我覺得喔 身為女生來開這一台車 我一直很想要享受它的多個面向 有優懶的那一面 是是 有很可愛甜美的那一面 有Easy going的那一面 是是 然後它依舊有給你一種 是 你要什麼都可以 是 那一種自在跟奔放 我們現在 眼前有一段大直線 超傳承亮啊 是不是就在那幾秒鐘 是是是 大家有沒有覺得 我就從很溫順的那一面 突然之間我熱情奔放 我的心情 都釋放出來了 我覺得這台車也改變了你啊 過彎也乖乖叫 直線呢 拉轉拉到這個超轉燈都亮了這樣 好 好開心喔 好興奮喔 好興奮喔 第三屆金卡獎 開分車牌 達人專家 言論最嗨 平線車種 數量最嗨 最有公信力的車牌正式 還不快上網搜尋 第一層黃金線 第三屆金卡獎 一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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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失敗 四十一四四六四四六六六六七六七八八公 三八六六六六六六六八公